W对阵机记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边的话是马哥掏出了他 绝中绝 邦邦 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这把 机记的这个搬选 最后搬这个空军 有一点点败笔的感觉 就你搬了这个空军 就是告诉对面 你是一个邦邦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穷者这边的话 巧九师和勘探员就带了双弹 就你录像了 你暴力前 提前暴露了你是一个邦邦 这个其实不太好 因为如果说 这把穷者前期通过双弹 能够拉点跟你邦邦 真马拉松起来 邦邦 很难受的 他真身面就基本上为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搬选 他太早的 过早的暴露了自己这个邦 人家的天赋就很针对你了 要将 这边中场压脚步 要怀表了 也行吧 骗了个怀表还可以啊 这边过来抓范老师 新城的勘探员 双弹勘探 板区对抗 上来直接骗了个怀表 我觉得也挺香的 这边磁铁一丢 弹开 好 身位上面来讲 这边连炸有没有 炸到一下可以 弹加速 但这边再一炸 哎 测一波 抽刀没抽到 板子下掉 但是两炸了 这两炸 有点快呀 60秒之后 闪现 不是不是60秒 这闪现60秒 CD好了 这边磁铁也交了 感觉这闪现都省下来了 范老师前期的牵制做的 不是特别够哦 那这个局 穷者只能往宝贫方向来走了 往宝贫方向来走了 这个局 穷者不太能真胜的 这个勘探员 我甚至觉得就一波 都不要就两波了 不要想着勘探员 靠打架 自己打回来什么的 马哥前期 这边的击倒很舒服 手里还捏着一个闪 病患来救人 迪斯 遥控雷捏着 这颗遥控雷 焦掉没能炸中 但是补炸上来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得走 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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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这你不走 这你不走 散现一刀 带你走 这第一时间 就应该考虑撤退了呀 这还想再孤军深入哦 过半 这里的话 要用这个勃命来 要将这波救人很关键 他要用这个勃命来拖出迪斯的自己 要将 吃了一刀 等 炸弹 这边勘探员 那勘探员 范老师 吃一炸 大副也被炸到了 大副也被炸到了 调酒师这边把病患摸起来 直接给上一口酒 范老师这里能撑住吗 范老师 尽可能吃铁锡 哇 范老师这波给力 要将这边应该是倒在了调酒师的怀里 调酒师估计 哦 两个人在摸 那还行吧 这边挂 非勘探员的话 大副会被摸起来 病患这边的状态也补起来 还行 因为范老师这边拖了一会儿了 然后这边酒给上 三个人都是个满状态 还行 说实话 虽然球者这边 我觉得刚才迪斯那波有一点点过于头铁了 但调酒师这个点 把这两瓶酒灌上 真的稳住了根基 还能往后打一打 马哥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他 我去 马哥现在没问题了 一颗遥控力带走调酒师就没问题 马哥没问题 马哥这边还有个地下室 马哥能有什么问题 马哥这一波抽刀抽的给力 连炸 再炸 炸 哎呦 迎零 这走位 走位可以啊 挂地下室吗 我觉得不要挂地下室 压这边的密码机 挂地下室反而不太好 别挂地下室 挂脸上啊 挂地下室 不好吧 这个地下室挂了我 怎么觉得反而给了求生者一些机会呢 邦邦的地下室说实话也就这样了 这里求生者好像想卡半旧 再准备交钩子 等这个炸弹 然后一勾进来 要卡半旧 下得去吗 下不去 下 下不去呀 这过班了 闪现一刀 玩 独子 马哥要四杀 先让人挂上 不挂也行 牵到外面去 想了想 要不要挂呢 不挂 看药匠 药匠这边机子修掉 迪斯 还有个自起 自起起来以后 手里面 还有 一个钩 但是 药匠手里 可啥都没有了 马哥六十多秒的传送 这边迪斯起来以后 得直接去 抢机子了 他得把这个机子给抢开的 药匠 这个捕活命大副啊 能拖得住吗 遥控雷先抱一手 这里马哥回头 外面机子重启 那迪斯得躲死角 躲死角 但是我估计马哥会找到这个病患的 大概率是个四抓了 大概率是个四抓了 这把我觉得病患在救人环节 有一点点过于投铁了 马哥这波是什么呢 他先走位压一压 然后再回头过来抓大副 这样的话呢 自己在你机子修好之前 传送就出来了 来回拉扯 这来回拉扯 这把如果能完成一个四抓 我觉得机器的穷人者压力就很小了 他们就打的功力一点 我就跑一个 死皮赖脸跑一个 死皮赖脸爬一个 我觉得就挺好 拿个三分 真的 两支队伍的一个实力其实比较相近的 但今天GG 但今天GW上来第一把 穷者这边范老师牵制 没有能牵制出来 然后穷者这边救人又救的不好 我觉得GG可以不用打的那么凶 不用打的那么凶 开密码机 不敢动呢 你这密码机 你敢动我就传你 没办法的 这真没办法 除非底斯这边能牵制起来 你个二阶帮帮 一个白板病患 凭什么牵制起来 这还没打 漂亮抽到 那边机子不够 机子完全不够 应该是死局了 GG率先拿下一个四抓 这局我觉得GW调整好心态 虽然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了 但GW的穷者今天感觉他们的一个状态不是很对劲哦 GW的穷者今天感觉到